HELLO 大家好 我是紫冰的 今天又是久违的杂谈系列 那就跨不多说 直接开始 首先不是前几天才讲过天命三国志吗 我后来看他的广告 却用了另一款SS光之冰年史的游戏 真的是英雄喜英雄答辩 灵动答辩 然后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SNK格斗时代 这个社群会用来广告另一款金庸授权的游戏 那应该玩都不用玩 就知道是另外一款幻皮游戏了 然后这个天命三国志 广告又是什么U15 RTS光追技术 又是一波经典的虚假垃圾文案 广告一无是处都是假的 如果都这样了 你还敢相信他说那些奖品是真的 那我都不知道该说是不是好杀好天真了 愿你一生平安啊 然后最近成白境遇开着各种公测前的影片 很努力的在推销啊 其实如果再强化一下大招的运进速度感 这样不论在视觉跟体验上都会好上非常多 那之前被人喷得不太像射击的问题 目前也加了个掩体跟蹲下交互 看上去是好了那一点 以及增加了家园系统 我看了一下B站别人分享影片 有点像是环兴女神那样子 那现阶段是比较阳春的 实际都等到时候公测表现吧 有空的话我再上去玩一下 如果体验上有比较大的差异 我就在原影片下方或者杂谈里面提一下 然后最近有一款黎明之海 准备在台内测 然后我又不知道啥时候手键点了一下预约 结果点开那个预下载 什么QQ啊 微信 微博 这是什么鬼路浮版本啊 厂商你没病吧 该不会是穷到连海外的启动器都没钱搞了 那实际评测我就看状况是否要制作了 而前阵子smilegate的老游戏 第七史诗 于上个月的20号在陆服正式公测 在不足备的情况下 就拿下了3.8亿元的营收 也恰恰好是国际版的4倍啊 这不管对于代理商纸龙 或者是原厂而言 龙应该是挺不错的开场 那反观同样是号称 顶级美术腾讯系的手优 百叶极光 在陆服就会没这么好运了 于6月13号开服 而营收仅仅只有9400万 刚刚好是第七史诗 陆服的4倍 只不过是倒过来 看样子要是营运不给力的话 可能很快就会掰了 然后那款以良心营运著称的 环心女色 6月28号开服 拿下1月750万 不过因为游戏本身没有太多客经典 就只能期待厂商加入一点吧 毕竟有良心 跟能不能赚钱 往往是不等号 然后金河的陆服 将于7月14号正式公测 到底这款能不能给动作手的市场 带来一点小小的震撼呢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而反观当年以动作游戏著称的IP 《龙之谷》 当时盛大应该也没想到 买下这IP后会大翻车吧 在首版上超冷饭一直失败 那最近预约中的《龙之谷2》进化 就是入版2020年的《龙之谷2》 而国际版将交由 腾讯的海外公司代理发行 游戏虽然看得出来以前《龙之谷》的影子 但实际上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如果不考虑该死的课金跟数字膨胀的话 这系列真的还是PC版本最好玩啊 虽然画面看上去不怎么样 但打击感做的是真的不错 在当时可以靠磨练各种技巧来单刷 像打狗、打牛、打猫、打天奇等 以前那些半堂大大 可是我必看的攻略啊 那或许是腾讯想用同类产品来抢占市场 或者想当做试金时 为自己旗下开发中游戏 做市场分析 但在这玩家能大量选游戏的时代 如今这个品质稍嫌有点过时了 还是静静的在回忆中安息吧 然后B站两款寄予厚望的自言跟代理游戏 是路德跟青年之旅 近期要迎来中册了 那听说里面的客金点跟玩法都有大改了 没有之前那些读点 那希望厂商是真的能兑现吧 不然又真的只是当炮灰了 那日本方面 最近有一款女神乐园公册了 如果没意外的话 这间的开发跟代理商 应该也是一件披着日皮的中国厂商 整体的玩法是只有放置少女 上也回站那套路 台版在今年2月内测过就不了了之了 如果没意外的话 应该很快就会上架了 不过我对这系列S再没有太大兴趣了 到时候应该是归座评测 然后SE最新的手游 太空战士7 永恒危机 近期也开始内测了 期待真的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版本 像培养入行鸟跟武器系统都非常经典 就不知道到时候手游版本能还原到哪里了 没意外的话 等日本公车半年后就会出个国际版了 如果到时候游戏太愤的话 我只好转头去买重置版了 接着是Countours最新的ML手游 诺泽尼亚 时空裂痕 在上个月27号推出韩服 那诺泽尼亚这个IP 也算是非常有名了 自2008年起陆续推出了6个版本续作 风格一直以来都是那种Q版的可爱画风 那这一代算是大改了 并主打以虚幻引擎制作 整体玩法和英语模式是偏向天堂like 虽然这波情怀不一定能收到 但韩国克劳相来是几不择死的 目前营收表现变不差 排名已经冲上前十了 那我们就等下个月再来瞧瞧吧 那本次的杂谈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最近没有看到太多有趣的话题 倒是推特上一堆原神 轰单的水下爆料 我都快被内鬼炸死了 那额外提一下好了 网易的永前无间要转成免费制了 以前因为我特别喜欢玩流星蝴蝶剑 所以当时推出的时候 有入坑玩一小段时间各种被猎头啊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之后可以去找来回味一下 那最后跟观众讲一下 蛮常会有人问我 XX广告游戏的原型是哪一款 其实要问我当然没什么问题 就顺手找一下 或者其实很多民间高手 应该也很乐意回复你的问题 但因为广告投放会依照关键字 像是地区喜好年龄等 导致推送到每个人手上的广告 都不见得相同 所以如果要问我的话 请最少提供一下关键讯息 像是什么类型的游戏 画风等 或者可以记一下是什么社群发的广告 不然截图发到FB也行 否则我是真的很难通灵啊 但不管怎么样去偷 不属于你的 始终不会是你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掰掰 哦 哦 搜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